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继续来谈怨恨 有一句俗话说 情到深处无怨有 可是师父在上一集里又开始我们说 这个怨恨呢 最容易发生在亲近的人中间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样来避免生起怨恨之心 或者有了怨恨之心 应该怎么消除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师父您在上一集里面就谈到了 就是说亲人之间特别容易有怨恨之心 那么我们知道怨恨之心都是不好的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避免生怨恨之心 我在上一集里面也讲到 恩和怨往往不容易分清楚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就说恩将仇报 往往积恩 积怨不积恩 这个对于恩情或者是恩典或者是恩惠能够记住的很少 那这个怨恨呢 那这个怨恨记住的很多 因此最好消怨恨的方法就是呢 都从感谢之心 感恩的心 都从感恩的角度来看世 看人 我们生活在天体之间 就是包括吃一口饭 喝一口水 能够甚至于有一口空气 能够呼吸 都应该感恩 能够有感恩的心的话 至少自己的怨恨心就会减少 或者是可以消除 如果没有感恩心的话 多多少少都会有怨恨心 因为人 人心不多 谁疼向 人永远是不会满足的 人家对我们好一点 我们希望好得更多一些 人家已经给我们满足的好处了 我们都觉得人家给的还是很少 还是不够多 原因是什么呢 他应该多给我 他已经照顾我了 谁叫他照顾我 对我好是应该的 对啊 对啊 父母对我们好是应该的 兄弟姐妹给对我们好是应该的 人家夫妻之间也是说 对我们好是自己是应该 他们是应该这样做的 那为什么对我不好呢 甚至于说邻居对我们好也是应该的 为什么 因为邻居对我们好 目的是希望他能得到快乐 他得到 他帮助我们 他是希望得到快乐 他得到快乐 他已经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报酬 这种讲法 这种想法 都是呢 亡恩负义的人 都是呢 不知道恩典 或者是恩惠是什么 这是希望人家付出 自己获得 但是呢 不知道感恩 因此呢 贪斗无厌的 永远呢 不满足 永远呢 对好的人是怨恨 对坏的人当然怨恨 给我们的人怨恨 不给我们的也怨恨 所以是对世界上的任何事 任何人都会怨恨 天气好的时候啊 天气太阳很好 也会怨 怎么搞的 这个太阳 怎么太阳这么大 老是这么 这太阳这么没道理 怎么为什么没有阴天呢 老是阴天的 怎么搞奇怪的 怎么没太阳呢 这个太热了 老是这么热 没有意思 一年四季 如果说是四季如春 也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世界上就奇怪 这四季不分明 对天都不满意 那么对于环境也不满意 对于人也不满意 老是这是怨恨 如果是怨恨的人 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桩事 是他感激的 如果相反的 或者是他满意的 是他满意的 是 相反的如果说 我刚才一开始就讲 如果喝一口水 吃一口饭 甚至于有一口呼吸的空气 都觉得满意 都觉得感恩 都觉得感谢 那我们天天活在 很快乐的世界里头 虽然自己一无所有 还能够呼吸 这是已经够感谢的 为什么 我能够呼吸不是很好 所以是呢 最好的方法 就是感恩 是 是感谢 所以就是说 你满足或者不满足 你平 心里平或者不平 其实不是看你拥有的多少 人家对你怎么样 而是说你心里 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你心里怎么去感觉 还是由心造的 是不是 是的 满足这样的事 知诸就能够满足 不知诸就不会满足 那么对外在的人 或者外在的环境 存感激的心 所以你觉得很难得的心 你就不会怨恨 如果觉得 人家是应该给我们的 应该 这个 帮助我们的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满足 不会满足呢 就会呀 有怨恨性出现 是 所以我曾经帮助过一个年轻的人 我也没欠他的 我只是帮助他 帮助他读书 帮助他出国 结果呢 他老是说我不好 为什么呢 就觉得 我帮助他不够多 应该帮助他更多一些 其实我没有欠他的 有一个人跟我讲啊 一碗饭养一个恩人 一袋米可能就养一个仇人 为什么 一碗饭他真的肚子饿 你给他一碗饭吃 他感谢感 他切切先帝 你给他一袋米 吃的时候 他一吃到最后 你又没有给他了 他就觉得 奇怪了 你给我吃了这么久了 你怎么一下子就不给我吃了呢 会有这种情形 那么这种情形呢 就是往往就是恩将仇报 或者是呢 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 那么这种人 就是永远不满足啊 永远是怨恨人的人 那怨恨人的人呢 你要他成为一个人格 这个健全的人 这是很难的 是 谢谢师父开示 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 多感恩 赏怨恨 那么自己呢 也会过得快乐一点 也欢迎您在下一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佛法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